西方主流的话语权有一套话术 民主还是专制 这套话术的标准是西方国家制定的 只要你的制度和我不一样 那你就是专制 他们认为民主代表着繁荣富强自由 专制代表着封建落后愚昧 西方民主制度的灯塔就是美利坚 非西方国家采用西方民主制度的地区典范 那就是台湾省了 灯塔国今天因为疫情死亡的人数 已经超过了中国当时的确诊人数 今天的美国在川普的带领下 就好比是一个臭狗烂 每天是踹寡妇们刨绝护坟 欺负小孩抢老头的拐棍 世界警察就变成了一个世界流氓 台湾省在民进党的带领下 已然变成了一家超大的精神病院 每天用大喇叭对着岛内进行大内宣 跟老百姓大喊 中国坏坏 台湾好棒 台湾No.1 全世界都在支持台湾 当我们听到这种新闻的时候 不由的觉得台湾就是大撒币 Pro Max Plus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磊哥 欢迎来到磊哥的美日谈 磊哥先抛一个问题 民主制度最终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 台湾省一直吹嘘自己是民主制度 说台湾最美丽的是人台湾可以用爱发电 国内有好多的公知 尤其是文学领域的公知 他们认为台湾省是民主之光 曾经袁腾飞也就是袁次郎 赞美台湾 说台湾古风游存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 台湾人民富安详 而且崇尚儒家文化 而且非常崇拜国学 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熟悉程度非常的高 我他妈都要笑死了 台湾现在疯狂的去中国化 台北故宫博物院都快变成台湾博物馆了 他们的两任院长都没有文物专业背景 中国史他们要改成台湾史 本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在台湾去中国化的大背景下 恨不得说台湾人就是台湾岛猴子变出来的 跟中国没有任何关系 公知舔台湾啊 简直是舔到口吐莲花了 最近台湾省可又有大动作了 花了1.6亿美元 从美国买了4架死神无人机 听着多牛逼啊 咱们来看看这个死神无人机啊 这就是当时暗杀伊朗指挥官苏莱曼尼的无人机 不过我不理解台湾买这玩意干什么 无人机主要适用的战场是贫困落后的中东地区 曾经死神无人机的对手啊 是塔利班恐怖分子和各种游击队 这些对手的武器都不行 你拿先进的无人机打那些 扛着RPG火箭筒AK-47步枪的恐怖分子 当然非常有效果了 这不就是欺负人吗 即使这样 野门武装部队也用AK和防空导弹 打下来过三架死神无人机 就这种欺负小孩的东西啊 在解放军的面前 他就是个弟弟 台湾地区可不是中东沙漠呀 在严密射防的区域 死神无人机就是一个消耗品而已 1.6亿买4个玩具 只是让解放军瞄准当靶子而已 既然实战中 死神无人机并没有什么卵用 台湾当局为什么还要购买呢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民进党 一定要把他的钱送到美国爸爸的手上去啊 你以为这只是开始吗 并不是 台湾当局并没有停下败家的速度 台湾表示要从法国购买一些军火 进行护卫舰的现代化改造 金额是2500万欧元 中国外交部表示 法国与台湾地区的交易 是严重的破坏中法关系 法国外交部说 此次军火销售遵循一个中国的原则 但依然遵守台湾签订的军事合同 并强调中国应该把注意力放在病毒身上 呵呵 法国在新冠病毒的确诊人数已经是中国当时最高的 两倍还不止 到底谁应该把注意力放在病毒身上呢 其实我还不知道他们狼狈为奸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台湾90年代就花费了18亿美元购买了6艘护卫舰 当时还爆出了售台武器的贿赂案 结果傻逼台湾当局当个宝贝买回来的护卫舰 只有雷达和电子设备 完全没有武器系统以及作战系统 这就是为什么台湾这次还要再花钱 对护卫舰进行现代化改造的原因 就是因为当时买了6艘废物 你买法国这么牛逼的护卫舰 那你为什么还让渔民拍解放军战舰的照片呢 看出来了吗 台湾现在就是一个出来卖的小婊子 天天被西方国家白嫖啊 哦美国大哥哥一定会要我的 哦法国大哥哥一定会对我负责的 真是他妈让人笑掉大牙呀 不过他们真的做到了台湾No.1 这两天啊台积电宣布在美国投资120亿美元建厂 台湾芯片产业仅存的硕果也要被卖到美国去了 这等于小婊子拿出最后一点金银细软 双手托举交给美国的大哥哥 我把我所有的东西都给你了 你可一定要对小女子负责呀 人家美国就是为了白嫖你 你去让美国给你名分 你做梦呢 川普上台以来一直想让制造业回流美国 结果美国企业加速的在中国建厂 没想到啊台湾的台积电最后响应了川普的号召 真的是做舔狗做出境界了 台积电的离开让台湾损失大量的就业 大量的税收 而台湾为了让美国大哥哥给他名分 真的是牛逼把自己豁出去了 台湾No.1 plus 蔡英文上任之后啊 七个小国和台湾断交了 而台湾的外交经费却远远超过马英九时期 为什么呢 我给大家继续来讲一讲 就在前几天 新西兰的外交部长和财务部长公开站出来为台湾说话 希望台湾重返WHO 并且表示支持台湾 结果新西兰总理直接在新闻记者发布会上紧急灭火 重申新西兰政府坚决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 不会改变 新西兰真的是满满的求生欲啊 大家想一想台湾从当初攻击WHO谭德塞 谎称自己12月底的时候给WHO上报人传人的消息 以及陈时中的各种表态都可以看出台湾是非常想加入WHO世卫组织的 想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结果没有一个国家真正的支持台湾 之后台湾又希望进入WHO 也就是世卫组织观察员 结果又失败了 没有国家支持台湾 然后你再想想 为什么新西兰的外交部长跟财务部长支持台湾 说的话 而且还跟台湾政府是完全契合的 希望台湾回到WHO 然后你再想想为什么台湾连续断交7个国家 但是外交经费却越来越高 你贫 你细细的贫 这不就是在西方国家搞行贿吗 你行贿肯定到不了总理这一个级别的 所以就花钱买通西方国家政府部门的那些官员 让他们帮助台湾说话 难道不是吗 你再想想 之前台湾花了100万美元 就为了让贝克汉姆发一条推特 称赞台湾抗疫有效 这条推特还是台湾地区限定的 出了台湾完全就看不到 这他妈的不就是用所谓的外交经费做的事情吗 再加上台湾当局一贯的手法 这100万估计得有一大半都吃回扣了 外交经费不高才他妈怪了 市政建设你不行 促进就业你不行 发展经济还他妈不行 就他妈会搞腐败捞钱 天天骗台湾人民混账狗东西 蔡英文你就是个大傻逼 台湾的罪人 当时马英九时期和大陆亲属Africa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你蔡英文当时说什么 说是糖衣毒药 说是木马屠城 说大陆人会到台湾和台湾人抢工作 现在Africa大限将至 你他妈陆委会又说对台湾有益 希望继续下去 妈的说好的抗中保台呢 说好的糖衣毒药呢 说好的卖台协议呢 都他妈的是在偏 国台办随后怒怼 谁损害两岸关系 一目了然 所以说台当局别他妈想续签的事了 等着喝西北风去吧 民进党现在每天干最多的事情 就是对内做宣传天天告诉台湾老百姓 今天谁支持我们了 明天谁要支持我们了 台湾媒体都在舔蔡英文 舔民进党 天天对内宣传No.1 有用吗 当然有用了 每天给台湾老百姓喂芒果干 现在台湾人很多偏执狂 817们觉得自己真的是No.1 而蔡英文当局宁愿把口罩 白白送给美国 送给欧洲 也不给自己的老百姓用 现在的台湾老百姓 还做不到一天一片口罩 那些爷爷奶奶 每天排着令人绝望的长队 就为了买几个口罩 混账啊 呸 民进党以及蔡英文做的一切的事情 都是为了独立 对不对 去中国话 每天骂中国 跪舔美国买军火 这些很明显 就是奔着台独去的 对不对 你们都错了 民进党的骚操作远远超过大家的想象 5月5日民进党著名交不到女朋友的肥宅肥猪 大批大份 拉把不笨笨的立法委员蔡易渝 他在立法会上提出删除两岸关系中的国家统一 结果议会上国民党没有一个提反对意见的 让你通过 让你去搞台独 结果这个胖子怂逼一个主动撤案了 民进党真的是他妈人才济济啊 谁还不知道你们这些狗逼玩意儿 民进党的政客 亲戚 孩子 包括钱 全都在美国 在台湾从政 只是为了捞钱搞腐败而已 台湾老百姓创造的财富 都被这些腐败分子拿走了 真的是他妈混账 民进党你他妈别怂啊 你倒是宣布独立啊 他们根本就不敢搞台独 因为他们很清楚 搞台独台湾就会被大陆收复 然后他们就会被审判 没办法再搞腐败捞黑钱了 你认为他们硬的时候 他们软了 你认为他们软的时候 他们硬了 真的是他妈伸缩自如啊 这就是台湾的现状 台湾的网友们 你们真心支持蔡英文当局吗 如果真的 那么不好意思 你们已经站在了历史的对立面上 可悲啊 再来想一下节目开始我提的问题 民主制度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不管什么样的制度 如果不能让国家富强 人民生活富足 安居乐业 都他妈是狗批 中国每年政府报告 第一件事情就是扶贫 第二件事情就是奔小康 而标榜自己是民主自由灯塔的国家呢 大城市满街的流浪汉和无家可归的贫困人口 因为在民主自由的国家里 经济人权根本就不属于人权 对于所谓的民主自由国家来说 民主就是我替人民做主 自由就是权贵阶层腐败捞钱的自由 美国天天说中国人权 我就问问 你美国今天新冠病毒确诊的病例 已经超过了149万 死亡89000人还多 这些人的人权怎么办 就这样还想忽悠中国人 还想忽悠中国 去你妈的吧 好了 这就是本期节目 如果你觉得磊哥的节目做的不错 欢迎你点赞订阅转发收藏 打开小铃铛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